由于这个时代它是分裂的 政权更迭很快 不同的地区往往有不同的文化 往往是主导民族是不同的 所以统一的风格没有形成 如果是从眼镜看 大致上这样 三国习近的时候 基本上是延续的是汉风 到了以后 南边是东京南朝 北边是石头国北朝 北边是比较雄放的 往往追求那种比较华贵的 华丽的这么一个装饰效果 南方显得是比较清秀的 比较温暖的 这个时代的工业美术 它本身的成就应该说不是特别高 可是它对以后的隋唐五代影响特别深远 在影响里边除去风格的传承以外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些造型的一些技法的一些装饰的传承 但是比这种纯粹的记忆传承更要紧的是潮流 这个时代的工业美术 装饰上有两个大事 一个就是以莲花以及忍东为代表的植物纹一样大量出现 使中国的装饰逐渐地走出了以动物纹为主体的这么一个传统 这是一件事情 再一个就是这个时期由于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美术的装饰形象 开始逐渐地确立了写实的风格 和以前那种血液的重这种夸张的变形的 纯粹的重神的表现的那样的风格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在北朝晚期已经很明确了 到了藏朝就被大大的发扬了 休息